完美告白 为了展示有请第一位女嘉宾 男生的年龄 只要我们相爱 那么身高 体重 年龄 距离 这些都不是问题 尤其第一位嘉宾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梅婷 今年23岁 来自江苏南京 现在是一名钢琴老师 我的爱情宣言是 没有错过 怎么会有新的遇见 缘分就是不早 刚好被我们遇见 我可以打扮得很漂亮 穿上裙子 陪你去参加各种应酬 甚至我会放弃我最爱的高跟鞋 但是不可以阻止我买高跟鞋 现在转秀的应该都是 很喜欢女生穿高跟鞋的男人吧 你可以有一些异性朋友 但是你跟你的前女友 不可以有任何联系 时候立刻转回去了 因为她好像是跟前女友们 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有才艺吗 有 唱一首歌吧 好 Because of you 真的很不错 我发现有好多男生 都是听到我歌声之后 才转身 是被我前面 可以不可以吓到了吗 但你有没有发现 有些奇怪的事情 就有一个人之前转过来 现在我转回去之后 就再也没有转过来 就是10号嘛 对啊 哈喽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三秒钟时间哦 但是你很建议 你跟前女友的关系啊 她跟前女友们都保持着 我们是正常的朋友的关系而已 你能保证很正常吗 你所谓的不正常是什么呢 一般男生应该会清楚 这种不正常是什么吧 那我没有啊 哎 你很有趣耶 首先你的名字 你知道有一个男精级的 对 著名的女演员也叫这个名字 对 当然 所以你是你的本名对吗 不是改过去之后的 哦 身份证上的大名 而且你今天的服装也很特别 因为很久没有看到 穿运动装上场的女嘉宾了 你是很爱高跟鞋的 对 我很爱高跟鞋 那今天没有选择高跟鞋的原因是 那是因为可能跟自身服装不搭 因为我是一个不太喜欢穿裙子的女生 我平时穿的很多就是裤装 热裤或长裤 所以我觉得可能没办法搭高跟鞋 对 好 接下来有互动的部分吗 我想以我自身的条件来衡量一下 男生的身材是不是达到很好的比例 请问你怎么样以你自身的条件来衡量男生的身材 因为我的身材大家都看到 就是其实有量过是九头身 所以说可以请三位男嘉宾上来 我可以测试一下你们到底是不是有真材实料 2号吧 3号吧 你觉得这个14号怎么样 14号吗 等一下 我先声明 那个九头身只是好看而已 真正完美的黄金比例大概只有六头或七头身 我不知道 大概反正就大概就是我的比例就对 你就是六头六七头身那种是吧 我是那个那个叫什么 达尔文那个那个花那个圈圈的那个 标准比例 对 我承认你这是很漂亮的比例九头身 好 谢谢 那我纠正一下 并不是完美的身材 大家来说九头啊七头六头啊 我总觉得在讲鲍鱼的感觉 那我再跳一个好了 好 嗯 五号吧 二三五 来 看看他们到底是几头是吧 是这意思 逼腿好了 逼腿是吧 好 来 第一个 首先我的腰线是在这边 好 做一个 做一个比较 在哪边 好 下一个 真的假的 肚脐切过去不是腰 腰伸的位置吗 可以 啊 好 OK 你这 这是吗 好 我就在这 好 差不多 差不多一厘米 一两厘米 这样子 好 最后一位 五号 真的假的肚脐线是这里 这里吗 对 那就这里 对 一个一个来是吧 好 首先当当 脸很小 但是你的这个身材比例 五比五吧 谢谢 接下来 接下来三号 三号怎样 他应该是十头身 差不多 五号的话 好吧 跟我一样 九头身吧 谢谢 谢谢 大家都知道了 鲍鱼的头数不投 价格是相差很多的 但是 这个比有什么意义呢 男人比较注重身材嘛 说出去也会好听点 我觉得绝大多数男人不如女人注重身材 是吗 就我还好呀 好 接下来选心动和不心动 首先是心动 在第一轮心动展示的时候 我的心动男生 一号 他又为我转身了 然后当时我心里就跟一下 觉得 哎 好像有戏哦 他应该是那种很活泼 很开朗 又带有一点小奔放的感觉吧 接下来不心动 不心动 六号 你伤害了我 还一笑而过 他这个人个性很急 是 就是 迫不及待想表达 所以你就直接说出六号了 对不对 对 六号 有一点距离 然后没有共同话题 就是第一印象 真的误会他了 他其实是个内心激活热的人 对 没关系 这都是第一开始嘛 后面还是可以更改的 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媒体 传说在中国 像我这样的单身女子 平均我每年会遇到1200个男生 其中有450位已婚 或者是未成年的小孩 270位正值 是玩游戏 副业是看各种球赛 另外180位太大男人了 310位又显得不够成熟 太孩子气 有60位是月光族 或者啃老族 银行存款 不超过三位数 39位不太说话 相反有33位 废话又太多 有22位太花心 常常背着女朋友 和其他女生聊默默 有13位不爱整洁 老是把张袜子倒出懒人 遇下的三位 有一位我看左了眼 有一位我把她当成我的男闺蜜 或者是我好朋友的男朋友 那最后和我最配的那一位 又在哪里呢 所以我鼓起勇气 来到了非常完美 在朋友眼中 我是一个真汉子 特别坚强独立 但是 只有我自己知道 这只是假装坚强 即使没有找到这1%的爱情 我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 但是他们不知道 一个人的公车 满是孤独的味道 一个人的家里 就算换水这种体力活 也得自己扛 一个人的小世界 就算生病 也没有人依靠 一个人的时候 我常常让自己 活在音乐的时间里 翻翻小说 弹一弹钢琴 顺手再包一锅美味的汤 看了辛苦的自己 那天 那条街道 那一秒 那一次回眸 1%的唯一的真爱 将从这一次转身开始 我是梅萍 我 来了 我们再看看 文字解读的部分 A 学习十年钢琴 但是曾经发誓 再也不碰钢琴 高考前遭逢人生的 重大变故 B 性格爷们 每天睡觉 必须开着灯 为自己的身高 而感到自卑 你从小学钢琴 那为什么突然就 不想再碰钢琴呢 因为小时候 学钢琴 家里面都会带有一种 目的性的 我的母亲 对我管教得很严 就是 练不好的话 会 打 对 我也有 每一个曲子都通过 对 不通过的时候 回家就会被打 我是一直在被打 我想要问一下 为什么会 对自己的身高 感到自卑 一般的女生看到 我们这种身高 会很羡慕 觉得很高 很高挑 但是 一般男生看到 会感觉有压力 当然你 你这样的身高 可能是没有压力了 说实在 从小 我也是一个 对自己身高 有点自卑的人 因为其实 从国小开始 一直到国中 身高抽的速度 非常快 我国中 大概就已经 170起来 180了 那 站在人群中 其实永远就是 最羡慕的那一个 你其实没有这么想要 引人家的注目 可是 对 你走在路上 别人会盯着你看 对 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还会 有一些人还会 故意走到你旁边 这样子会跟你比一下身高 哎呦这样子 哎呦他比我高 高多少 这样子会这样比 其实我们自己觉得 是很 非常别扭的 你说你高考 之前就是 遇过一个 人是一个 重大事故 是 对 什么事情 是我 父亲因为 生病 然后去世 其实 其实我觉得 没有关系啦 哦 没关系 因为 因为你看 我的性格也知道 因为我觉得 不应该 永远 永远生活在 过去的痛苦当中 我父亲 生病的时候 刚好 刚好是我 快要高考了 然后 大概是高二 然后 还有念的复习时间 然后 我父亲 有两个愿望 就是 一个是 希望我 当空姐 但是因为身高 就是 可能有点太高了 然后 第二件事 就是 希望我会 上一个 艺术类的 这样大学 然后出来当一个 音乐老师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第一个愿望 如果我没有办法 完成的话 我会尽量去完成 第二个梦想 爸爸这时候 一定在某一个角落 就在我们现场 某一个角落 对 他一定会看你 是 我相信 他一直在看着我 所以 所以哪有 父亲 不希望女儿 一直开开心 在笑嘛 哪有会提到 他会哭嘛 对不对 所以 那就请在 梅爸爸的注视之下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梅婷的情感部分 C 有过一次 刻骨铭心的爱情 对方是 年龄比自己 大14岁的 成功事业男 D 可以为男朋友 做任何改变 希望对方 不介意 女生的身高 九头先你好 前一个男友 是比自己 大14岁吗 对 如果之后 就是他男朋友 会也是像以前一样 会谈 比自己成熟很多 年龄大非常多的吗 并不是说年纪大 就是说他的处事方面 如果成熟一点 我会优先考虑一下 你跟比你大14岁的 成功事业男性在一起 是因为生活 还有爱情 双重的安全感 哪一方面比较重一些 应该是安全感吧 跟生活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我跟他在一起 还是他过他的 我过我的 他有一个 九岁的小孩 然后所以说 我是不会去 介意他家里的生活 你们在一起 多长时间 快一年 快一年 对 你好 就是你说 你对男朋友 可以做任何的改变 对 你可以给我一些例子 就是你给前男朋友 就做什么改变 我刚刚有提到 就是我是一个 不喜欢穿裙子的女生 然后她是一个 就是比较成功的男性 然后经常会出入一些 长河 然后我会配合她 穿上短裙啊 或者长裙 还有就是 她不喜欢我 跟她的朋友 多讲话 然后跟她聚会的时候 我会就 嗯啊 是这样子 我会什么话都不说 因为你 考虑到之前 你AB点里面 有一点 其实蛮吸引我 就是你睡觉 时候要开灯 然后反射到感情方面 你是在感情方面 会比较缺乏安全感吗 对 就是自己非常缺乏安全感 你是一个很严谋的女生 对 那你在外很强 为什么你会这么缺乏安全感 可能是跟家庭也有关系 因为现在家里面 就是怎么讲 就是全是女人嘛 安全感这个问题 可能也是之前说过的伤害 可能有一点点关系吧 希望对方不介意女生的高度 对 但是你介意男生的高度吗 不介意 就是没有九头声音 只要你不介意 我都OK 对 就是她如果只有四头 四头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四头的话 她如果过来跟我表白 是不是一定要带着板凳 或者怎么样 以后跟我一起吃饭 或者说怎么样 一定要带一个凳子 这样子才会好一点 不会不会啊 就是她就仰视嘛 就对了 她天天仰视 或者我蹲下是吗 对啊 我还是要跟很多年轻人 分享一下 你一直说你不介意身高 但是你却有好多的话题 都在身高上 从刚刚一开始 就找男生来比这个几头身啊 然后又独断地强调说 我因为自己的身高 赶快很自卑啊 这很像那个考试 每次考第一名的人 就说哎呀 我成绩这么好 我好自卑哦 同学们都不想跟我交朋友了 其实我是在 是不是我们听起来 是不是有这种味道啊 你看明显一个六头身的男人 很不爽 对 他搞不好是四头啊 搞不好他是四头 所以他才是流感而放 我觉得至少也有个四点五吧 我是个六身头 OKOK 那进入媒体私密问答 你喜欢女生穿裙子吗 喜欢 比如说如果我都是这样打扮 女朋友就是这样打扮 你会觉得很建议吗 不会日常生活中 我都是 那你送给你女朋友最浪漫的礼物是什么 自己做的 任何一个小视频 哈喽六头身 你会介意姐弟脸吗 我不介意啊 OK 那你介意女生比你成熟吗 我也OK 接下来男生明显自己选择 完美告白 为了转身 请选择 其实近距离 跟他接触以后 我会觉得说这个女生 她不管是身材 或是整体的感觉 真的非常的让我喜欢 对她第一印象就是 其实她是一个很阳光的大男孩 身材又非常好 我一直定日午后那个背影 那个雨看 都一直没有转过来 心里面还在想 三二一转 三二一转 三号有请 你好 哈喽 因为我喜欢你这个人 所以我选择 转过身来 如果你肯选择我的话 你前面讲的这些问题 我觉得都不是问题 你喜欢高跟鞋 你可以穿 你会害怕身高的问题 我觉得你也不用担心 成熟稳重这件事情 我觉得在我身上 你应该可以找到 但是也许不是那么的完整 但是 我觉得 我应该是能够 努力去 达到你要求的一个人 也许你有自己 你真的很想要做的选择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先 放慢脚步下来 看看我 多看我几眼 也许你的想法会改变 其实 其实 我是一个很眼眸的女生 就突然 被你告白 其实有点 心里有点紧张 但是 可能是我们交流的时间 不太多 然后我对你的了解 也 不是很完全 我知道你喜欢音乐嘛 那我这边 唱首歌给你听 好 看看你会对我改变一些想法 好 好 她的女生 还有她的歌声 非常地真诚 是真的又被感动到 显然 现场的男人跟女人都被打动了 吹走 我 我 我真的是一个很爷们儿的女生 毕竟是我跟男生 我跟男生走在一起的话 我可能 可能会走在你前面 就是不会管你 我就是无所谓 我可以跟在你后面 如果说你去逛街 我可以帮你提宝宝 跟在你后面 你可以自己逛自己的 我不喜欢穿裙子 没关系 你可以穿 你喜欢穿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 这个就是你 那我喜欢的是你自己 不是说为别人而改变 而是真正的你自己 5秒倒计时 5 3 3 2 1 你 把眼睛闭起来好吗 好 你现在可以睁眼了 其实我今天 有带一个戒指过来 这戒指其实是我自己 买给我自己的 这戒指其实是我自己 买给我自己的 嗯 但是 sorry 我想 为我戴上的 不是你 sorry 这个不好意思 照闭眼睛的时候 我平常会看到的是一枚戒指 好像我真的成功抓住了 这个女孩子的心 可是 告诉我说 这个戒指其实 不是希望由我来帮它带上去 其实那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就是会觉得说 我好不容易登到山顶 那你一棒就把我 直接从山顶上打下来的感觉 你不要这样的表情吗 我不知道说什么 没关系 我觉得 既然我喜欢你 那我也会承受你的冲击 好 我从将你下 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 宁愿你犯错后悔 所以梅婷今天的这个戒指 你到底是不想为谁带上呢 不要左右看了 五号就是你 我吗 是 就是你 对 不要怀疑 就是你 我看到你其实会有 真的会很紧张 不知道从何说起 因为 这是我第一次 不管是私下还是公开 这么多人在 然后跟一个男生 告白 嗯 我知道你有甜品店 然后我喜欢做甜点 然后我也是一个 特别喜欢吃甜点的女生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 就是 喜欢吃甜点的女生 性格都很好 对 然后 你也弹钢琴 然后我也弹钢琴 对 然后我还知道 你喜欢听 someone like you 那我就唱一小段 好不好 大家鼓励一下我吗 没有 没有 我找到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 to Don't forget me I beg I remember you say Sometimes they lost in love But sometimes they hurt tins day Sometimes they lost in love But sometimes they hurt tins day Hey I find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都是为了你唱的吗 当然会很好听 然后 我今天有带两样东西来 当然刚才第一样东西 你已经看到了是一枚戒指 然后 第二个东西 其实这是一块橡皮泥 对 其实想 送给你 谢谢 我想 我想说的话就是 不管你 所希望的 你心目中的女生是什么样子 我都会像 橡皮泥一样 可塑性很强 想让我变成什么样 我都可以变成什么样子 除了身高这回事外 我真的希望 那枚戒指是你 是你把我戴上的 每天都追深深 你又你自己的个性 你是梅婷 对 你是你自己 你不是像婷姨 我觉得 无论是谁 无论是我 还是其他人 我觉得 你不需要为了你对方 未来对方而改变 太多改变自己 你就是你 我只是想做到 做到你心中 比较完美的一面 你想什么样子都可以 不知道你没有听说过 如果 两心相悦的话 就算你是怎么样的 你在对方的心目中 也是完美的 所以说 如果双方有感觉的话 无论怎么样 你不需要改变太多 你也不是像婷姨 你已经很完美了 你就是在他心目中 那你喜欢我吗 如果你喜欢我的话 那OK啊 就像这样子 我可以 不改变 就这样子啊 你喜欢我什么 我们之间有太多 相互关联的 包括音乐 包括我们 共同的爱好 自从你上台 互动 私密问答 到现在 你给我的感觉 像是我玩得 很要好的 超级好的朋友 我就知道 我们可以成为 很要好的朋友 所以就是 你不喜欢我咯 可能暂时还没有 来电的感觉 那你介意我会用 好朋友 好哥们的方式 来送你回去吗 当然没问题 你转个身好了 不要动你转身 走你 走你 我推他 回去的时候 别人会以为 就是叫子太 眼味 然后很不礼貌 但其实我是 想以我自己的方式 去给他祝福 他推了我一下 那时候我感觉 蛮 蛮伤感的 整个的告白 最帅的就是 最后那一下 走你 最帅了 对啊 梅迪你是我第一个 就是不会为你 担心未来的 一个女孩子 因为其实我看到 很多告白的 都是会很受伤 流泪 然后抱着一个 不知道未来 要怎么去做的 一个表情 可是 我很欣赏你 这个个性 你就是面对 然后就是 很勇敢在那边 然后做完该做的事情 然后说你该说的话 我觉得你下一段 一定会更棒 你继续加油 我很欣赏你这个个性 谢谢 五号你听到了吗 我会遇到比你更好的 梅迪我对你的印象 印象深刻的不是你的高 而是你的急 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 你感觉好像说 流程通通不管 你直接冲出来 就想把五号带走 那种感觉 偏偏感情的是急 不容易 其实你因为自己的外形 你有一定的信心 在比别人短的时间之内 得到你想要的 所以你这么急 我觉得你应该稍微调整一下 谢谢 在最后我们把最热烈的祝福 送给梅婷 拜拜 祝福梅婷 你只要爱一个人 勇气吹离指寸 不管爱情有多疼难 不管你想我奔 我是女生 不管爱多残忍 我比谁都无恋 长生来一位神秘的嘉宾 带着你美国精神 任情更直 广加钱 感动落雷 是怎样惊喜与感动 让黄加钱老师感动不已 那我要接下来说下一位女生了 我觉得在请出下一位女生之前呢 我首先要说 今天可能对于我们现场的某一位嘉宾 可能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 所以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段 蛋糕的蜡烛 嘿嘿 OK 不是 很开心 是你的生日 不开心的地方是 第一次不能在一起生日的时候 因为我的称称 为了过去大陆 慢得下来 然后就没办法跑过去跟你在一起 可是我明天一定会过去啊 所以今天要 跟这座单位 一起过你的生日 没有我 我有请他们帮你 卖个蛋糕 然后唱一个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You look like a monkey And you act like one too Yeah 没有啊 你没有很像猴子 可是行为有时候有点像 好 Honey我很爱你哦 明天见 不好意思 没有办法跟你在一起哦 Bye Bye 哎呀 哎呦 原来你长得不是像老鼠 像像猴子啊 亲爱的 这就是你的他 专门遥控我们哦 很感动 谢谢谢谢 很感动 所以亲爱的来吧 啊我要上去 当然啦 这是为你准备的啊 站上去有一种要被告白的感觉 真的吗 我帮你点蜡烛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帮一个女人的生日 谢谢 第一次哦 好 哈 哇 让我牵住你的手 不再放开 让我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 哇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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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让我 让我 非常非常的难忘 我永远会记得这一天 谢谢你们 谢谢 在全场都在为黄佳芊 庆祝生日的时候 有一个身影 正忐忑地站在大屏幕后面 看着这一切 我感觉 我怕我 也很难 台上的黄佳芊 并不知道 说不能来陪她过生意的老公 此事与她只有一门之隔 究竟下颗粒 会给黄佳芊 一个怎样的生日惊喜呢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邀请下一位 不过呢 这位女嘉宾 有一点点特别 大家有看到 就是因为刚刚我们有在做一些准备的时候 我们编导特别上来贴了一些东西 留一些脚印 然后每一条脚印呢 有她的关于爱情的 可以与不可以 呃 这位女嘉宾之前有一个要求 她说她在出场之前呢 想让情感老师当中的一位呢 把她的这些感受给念出来 所以两位老师 哪一位可以来帮助她来实现这样的心愿 说到经验丰富 是 那肯定是黄佳芊了 我觉得还是 女生来说 女生来说 也对也对 好吧 来 完全没有方向感的恋人 我不要 无视恋人 时刻玩手机 刷微博的 我不要 ipad不离声 洗澡 刷牙 也要看电视剧的恋人 我不要 亲密爱你不是Honey的 我不要 啊 这好奇怪 我觉得这个Honey 哎 这次是 这本话的Honey 男生 爱你 爱你 谁 又不能 我不要 你 你 那肯是希望 好婚 派婚 說不要到去驚 來驚 三萬七十點 嘿嘿 七分頭八拼 嘿嘿 愛拼 還真贏啊 嘿嘿 哇 我辦法給你驚喜真的不容易的事情 我跟你說了 你們都想到騙女人是一個很不好的事情 對不對 為了給她一個驚喜 我就是要騙她 讓我到這邊來 哇賽 你可以看VCR 在我眼中 你是超級沒有方向感的荒家籤 從便利商店回家的路上 我們會走相反的方向 你會告訴我 那是回家的路 就算我跟你說過很多次 你還是記不得 在我眼中 你是一個有手機的情況下 完全不利我的荒家籤 在我開車的時候 你只會一直盯著手機 看微博 玩那個我很討厭的那個遊戲 那一顆 我覺得自己就像一個司機一樣 完全沒有春菜感 在我眼中 你是一個愛拍不利生的皇家籤 洗澡 摔牙 也要一直看著電視劇 所以 我只能在旁邊 默默地看著你 對著一幕笑 卻遇不到你的關心 有時候我想 有這麼多我不能接受的 我們為什麼還要在一起 但是 我想答案 只因為是你 因為你是那個可愛直接的皇家籤 你是那個哭點很低很低很低 哀笑的皇家籤 你是那個單純 像小朋友一樣的皇家籤 只因為你 所有的不可以 都變成了可以 所有的不猜忽 都變成猜忽的 很多人都說 愛情的最後 是情情 但是 我覺得 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愛情 我也希望 我們未來的五年 十年 五十年 都是愛情 如果我活到一百年 我們再做吧 開玩笑 我還是會很愛你一輩子 你知道 我不太會告白 可是再過了一年 我就覺得說 一定要跟你說 我多麼愛你 一年 有點像愛情 春天是一個開始 然後 我們的開始是很特別 就是一起拍電視劇 然後那時候認識 不是 因為你覺得我是一個比較娘的同心戀 我就跟你說我不是 然後你不相信 然後我覺得說 這是一個好好的機會 因為其實我已經覺得你還不錯 所以我覺得說 好 為了給你看 我不是同心戀 我真的喜歡女生 我就約你去吃飯 三十天 三十月會 都沒有辦法親到你 第三十天再親到你 第一次帶你回去家的 夏天的時候 認識我的父母 你好可憐 因為那時候 不太會講英文 每個人都跟你講一大串的英文 Oh how are you? I'm so good to see you What do you like wash? You like to eat that? 你都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你好可憐 你就會跟他們說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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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喔 可是為了我 你就做這種事情 為了我 你有幫我父母做菜 秋天 我們就去泰國 你給我認識你爸 然後 我知道他是 你一個最愛的人 然後我很開心 可以認識他 到 冬天 冬天很特別 你要 妳要閉眼鏡 對 開眼鏡喔 你記得冬天嗎? 你記得你最重要的冬天嗎? 就是 我們在 你家 在我家 對 到外面是 下 下雪 對 大大的下雪 然後你跟我說 今天真的是很幸運 尤其是在聖誕夜的時候 有一顆一顆 很漂亮的雪球下來 然後 跟你講說 我想跟你喝一杯紅酒 然後 就滾在你旁邊 說我一個東西要給你 然後 要問你一個問題 你願意跟我在一起一輩子嗎? 然後 你 你就大哭了 你哭了三分鐘 然後 我在想說 這個意思是 要或是不要 我都不知道 很多人說 愛情 最後是情形 可是我們愛情以前 是愛情 現在是愛情 我喜歡 一輩子是愛情 我愛你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say we're together baby I say we're together I want I need you I need you forever baby I need you and me I say you hardly know exactly who I am So hard to understand Whoa! I say you only know exactly who I am So hard to understand I say you are not I say you are not 可是你可以帮我做一个事情吗 我们结婚的时候 你有帮我唱一个我很喜欢的歌 你记得那首歌吗 为了给黄佳琴惊喜下颗粒 坐着最早的飞机来到我们的京 她立下飞机并赶着在录节目之前 到达了我们的路旁 认真地彩排着 她为黄佳琴准备的每一个惊喜 她记得她们恋爱时的每一个惊喜 大声地告诉你 她为她唱我愿意 我愿意为你 我愿意为你 在这个舞台里 我们收获了太多的感动 每一次的感动都进成了 爱需要表达 只要你珍惜 哪有我回忆 我什么都愿意 什么都愿意 为你 一个男人在向你告白的时候 当然有非常浪漫的桥段 但是他用的全部都生活中 对你所有的记忆 就一个男人怎么样爱你 才会把你所有的 跟你共同经历的事情 那么清楚 那么清楚 那么记忆的 每一个点滴都记下来 然后他就是因为你这些 看上去不靠谱的那些点滴 就觉得你好可爱 就是他真的好 就是我只能说 他真的很爱你 对啊 我真的谢谢他 为我留在台湾 他也想念他的父母 可是他却为了我留下来 其实这件事情 我 我说不出来的那个 感激 OK啦 你爱我就好了 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继续了太多的幸福 一看 爱就要收出来 在此周圆墙前 一向可以 永远幸福 接下来 周圆主席 小小河 为我们展现 最萌 沈高昌 消息提 却有大名 他会告白 自从准备 幸福 接下来呢 我们平衡一下心情 我们要有请下一位 嘉宾了 有请 大家好 我是小婷婷 今年23岁 一米58 只有70斤 却有着大大的能量 照顾妹妹 承担房贷 家里的事情 都是由我决定 我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有好好地 谈过恋爱 每段都不超过三个月 今天我来了 来这里寻找 属于我的爱情 尤其下一位 嘉宾 大家好 我姜妙婷婷婷 今年23岁 我来自深圳 目前从事电视电子商务的工作 因为我很 只有70斤 只有一半男生的重量 我从来没有好好地谈过恋爱 希望能在这里找到那个和我日久生情的伴侣 我可以把我宣伴侣 我可以把我宣伴侣的热情和爱情全部都给你 没有不可以 因为今天我来到这里 就是要为爱执着一次 谢谢 哇哦 流气可嘉 第二条 没有了 有什么亲友推荐或才艺吗 没有呢 什么都没有啊 但是我和男嘉宾想要有个互动 我知道 那现在要打开面具吗 好的 谢谢 谢谢 3 2 1 3 2 1 3 You're my beautiful girl Beautiful girl Beautiful girl Beautiful girl 真的 我都不忍心站她旁边 真的 我都不忍心站她旁边 70斤哦 70斤哦 嗯 70斤 我现在肯定成衣胖子了很长 大家知道最萌身高差吗 因为以我的身高 我1058 是 可以和每一位男生都能有那个 最萌身高差的感觉 所以我想选两个男嘉宾和我试一下 好的 那请哪两位呢 嗯 最高的10号 还有3号吧 问题是有一个人刚刚举出了 黄金男人的标牌 这几个字是你写的吗 对啊 写的真是字如其人啊 好 即使黄金男人你也不想选对不对 我想选最高的 这样才有那个对比的感觉 3号 10号 有请 看上去谁更高一点 应该是10号对不对 还是10号 10号你现在是多高 近身高1米89 1米89 你呢 185 哦好 你现在要怎么感觉 我想把高跟鞋脱了 对比的感觉会更加强烈 可以 没问题 两个男生帮助他一下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她不是我为难她的 她自己要求的 太细了吧 好 开始 哇 哇 好可爱呀 哎哎哎哎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们知道前不久在微博上面有一对蛮流行 蛮流行 蛮红的 有一对也是最完美的身高下 对 基本上跟你们感觉差不多 我觉得从那个图片上看 对 所以你会找一个这样高度的女生吗 因为你一直都说想找一个女生来平衡一下 下一代的那个高度 对 所以说其实我对身高要求只要1米65以下 其中还 你是故意的吧 人家说1米58 你说你要1米6以上 1米6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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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哦 那三号你有这样的计划吗 没有哎 因为其实说实在我们家的人都不是偏高的 然后我是 可能有点精英突变吧 异异类 对我比较异类 对 谢谢两位 谢谢 好 先选 来 先选 找先逝心动 你一条画一条中一条大的故法 让我的世界 其他天花 接下来是不心动 你伤害了我 还一笑而过 不心动的理由是什么呢 他比较不是我会喜欢的类型吧 好了接下来我们透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你嘉宾 生长在大大的深圳 靠近广阔的大海 穿梭在林立的高楼间 有一个小小的我 妙婷婷 158厘米 39公斤的我 却有着大大的能量 照顾妹妹 承担房贷 家里的事情都是由我决定 活了23年 却发现感情空白 是我最大的遗憾 每一段感情都不超过三个月 每一次结局都是默默消失 没有太多的浪漫和甜蜜 我相信日久生情 可是追我的男生好像都很没有耐性 没有一个经得住两个月的考验 这一次 我想要为自己的青春疯狂一回 我来了 你愿意和我日久生情吗 我们再通过四个关键的信息点 来了解一下婷婷 A 试过N种方法增肥 19岁和父母发生很大争吵 工作之后父母才知道 小女生大能量B 被爱中不懂得表达 从不主动联系男生 空窗近四年 每年朋友介绍近100个男生 差不多三天一个男生 那你三天都要相亲一次吗 不一定一个礼拜至少会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我有一个某某某男生觉得还挺不错的想要介绍给你 那你朋友挺多的 他们都挺为我着急的 四年400个男生 这个圈子挺大的 他们也有很多的朋友啊 七号 你沉默了很久了 我快忘了你的存在了 突然间你举手了 我想知道你影片里面说你 没有一个男朋友超过两个月的考验 你那两个月的考验是什么东西 现在一般男生就是追求 可能大概过了最多最多一个月 然后就感觉追不到了 然后就消失了 所以是一定要超过两个月的时间追你 之后才可以决定要不要在一起 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要互相了解对方的优点和缺点 看是否能接受 是否还是依然喜欢 那你现在来这边也是要找一个可以追你超过两个月的人 今天我要来这里勇敢的表达我的爱 你十九岁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和你父母发生很大的坚吵呢 那时候真要考大学嘛 我觉得我的人生要我自己去决定 我想读我自己想读的 但是我父母的意思就是说女孩子要平平淡淡 找一个平稳的工作 然后一辈子就这样 但我不是这样想的 所以因此我们之间就发生了很大的分歧 大家问的好沉重 你那个第一句试过N种方法增肥 我也想知道有什么方法 因为我也是那种肝吃不胖的人 真的吗 虽然好像最近胖了一点点 恭喜你 恭喜你 因为增肥太难了 对 我也觉得 所以你有试过什么各种稀奇古怪方法有没有 我看过好几次中医 就是朋友都说很有效的中医 然后天天吃麦当劳 然后还什么蛋白质粉啊 螺旋枣啊 我记得印象深刻的一次是我喝过油 就是做菜的那种油 生的一整杯我就喝下去了 我差不多也给你一个方法差不多 我是用那个油汤泡饭吃了一个月 结果呢 瘦了五斤 拉肚子了吧 对 因为我表姐她很瘦 是 然后她也她想了很多办法 然后最近她就发现自己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她吃饭太慢了 如果就把吃饭的这个速度加快 有胖一点点 胖了多少呢 她最近说胖了大概两三斤 就还没有很显著 但是有再胖已经很难得了 但是我必须要提出一个科学的建议哦 你有去医院检查过吗 有 我看过的医生他们都说是年龄的问题 所以说还没有到该发胖的年龄 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 绝对可以再赞成 年龄的问题 我以前也蛮瘦的 到了一个年龄之后呢 你自然这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不用担心 好好 进入情感部分 心 咋的了 就是没有 是吗 吓我一跳 我本来以为发生了技术事故 但结果 人告诉我就是这样的 什么意思 我谈的恋爱都是很短暂很短暂 所以有了情感经历几乎都是空白的 但是从今天开始 我想那里会写上一个人的名字 啊 啊 我最正温暖的风 这个就是在大道 就突然之间被出现完美 十二号有起 要一个很自由 每当夏天我吹着温暖的风 哈喽 你可以先闭上眼睛吗 不要睁开眼睛哦 其实半年之前我已经见到你了 嗯 我不知道你对我还有没有印象 那时候我就是看到你很温暖的笑容 然后一直深深地记着到现在 我一直很想鼓起勇气到这里来给你告白 但是像我这么胆小的女生 几乎是很难很难的 所以我每天 就是有留意你的微博 留意你的节目 你说过的每一句话 然后 看你的照片写下 我想对你说的话 睁开眼吧 如果我被你抹雪 我只愿是不愿意的 这里一共有七张照片 那张是第一张 有着温暖笑容的你 我无数次幻想着如果我能再次见到你 我一定要把你的笑容深深地记在我心里 第二张图片 疼爱妹妹 有爱的哥哥 我也有妹妹啊 你牵着你妹妹 我牵着我妹妹 我们一起去玩 伤心难过的你 在你哭的时候 我会递给你纸巾 在你难过的时候 我会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 爱旅游的你 期待爱情的你 其实我很想告诉你 我最想环游的世界就是你 所以今天我来到这里 站在你的面前 看看你想要的恰恰 是不是我 哇 我可以帮我把这些牌翻过来吗 人望天黑了又亮 就在下过雨的地方 爱却这花呀 爱却不凡心理发尽忙 任何关梦 你是不是跟我 你从不见我 怎么生爱 吴大伟我喜欢你 可以把你的手给我吗 你摸了我的眼睛 始终遇见你 爱也会负担不起 想办法找位置呼吸 两个人相遇未必能相识 相识又未必能相知 相知又未必能够相爱 相爱又未必能够留住彼此 留住彼此又未必能够白头道路 还记得这句话吗 记得 就是我之前告白的时候跟别人说的 嗯 对 我今天来到这里 就是想要和你相遇相识 因为我相信日久生情 我希望你能够给我更多的机会 让我们相知相爱白头到老 嗯 嗯 其实你知道我 你也知道我 我经常紧张 我就也不知道说什么 然后 没关系 我了解你 每次有人跟我表白的时候 我心里都会在想 这么好一个女孩子 我是不是应该接受呢 就是这么好的机会 摆在我面前 我是那种 别人对我好 然后我觉得应该要 对他更好 我不敢说 可以去 你懂 我懂 相遇的那一瞬间 其实对我来说 是挺重要的 这也是我一直 自己坚持的 就是 两个人 看到对方的瞬间 其实 不是一见钟情 但 彼此也会有感应到 我也必须 很诚实 很诚实地告诉你 可能 我对你没有那样的感觉 那我可以有最后一个要求吗 请你 把我抱起来转一圈吧 我会有尝尝 不得呀 没有 Voz 你 我 要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真的觉得 你就是那种小小的身体里 有巨大能量的那种女生 这个经历 虽然不是美好的结局 但是我会记得一辈子 这是她第一次 被一个男生 喜欢的男生 第一次 旋转 我也觉得很妙 刚刚虽然这个结果是拒绝的 但是整个过程感觉蛮温暖 是有一点青春的遗憾 我们还是要给甜甜一些意见 就是对于她感情 这么空白的这件事情 我相信你所有的朋友 或是包括现场的人 都会希望你可以主动一点 爱情不能等的 而且我真的建议 你就停止你的走马 看花的感情生活 真正很深刻的 就像你今天对大伟这样子 深刻的对一个男人 花心思 用时间真正去体会 比较长久的关系跟那个过程 你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 谢谢老师的意见 OK 加油了 谢谢 谢谢大家 加油 是女生 是只爱一个人 我尽全你全全 不管爱情有多残忍 加油 婷婷 不管你笑我分 我是女生 不管爱多残忍 我比谁都忍着忍 其实我一直都很希望 非常完美 真的能给大家带来的事 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不管做怎样 时间长短的停留 在离科之后 我们是变得更完美的 也是更加有自信的 我觉得那才是最美丽的事情 完美告白 威艾展身 有请下一位女嘉宾 我是一名国企审计 我是一个没什么 事业性的小女人 只想找一份安安稳稳的幸福 不吵架 不认识 不乱发脾气 不翻译用手机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要轻松快乐 这样的我 应该算是一个三好女友吧 之前有没有 经历过特别特别难忘的爱情 就是之前找过一个 比我年龄大很多的男朋友 然后他教会了我很多事情 就是现在能变得这么懂事 就是因为当时和他谈过恋爱 希望今天的他可以为我转身 有请下一位嘉宾 大家好 我叫李淑坤 你们可以叫我悠悠 我今年23岁 来自北京 现在在国企做审计 我是一个心眼很大的女生 你跟我在一起 会每天都很快乐 今天我希望找到一份 以结婚为目的的爱情 然后我们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我可以不吵架 不任性 很懂事 不翻你的短信 但是你也要很懂事的 每天告诉我你去干嘛了 到家的时候 可以给我发条短信 我可以不跟以前的男朋友联系 但是希望你也同时可以 不要和你以前的女朋友联系 这已经不止一个女嘉宾 再说这句话了 那我们就看看 10号到底是转还是不转呢 可以问同样的问题吗 哦 你问 你说的不联系 什么联系都没有吗 对啊 很有趣很有趣 这一轮有人转过来 有人转过去 同时被转回去的 还有6号和14 15号 14 15号你们是 哪一个人也有这个问题 还是两个人同时有这样的问题 我跟10号一样 就是我跟历任的这个前女友 都是保持一个好朋友的关系 所以15号呢 其实想联系 别人不想跟我联系吧 对啊 那6号呢 我觉得两个人分开之后 其实是可以做朋友的 因为好多年 彼此之间会有一些感情嘛 爱一个人不是战友 又不是控制 对吧 了解 这里我倒是想要 想要分享一下 特别是10号 我觉得她为了 与前女友保持 正常的联络关系 我觉得她牺牲好多 我只是让你想象一个画面了 你如果继续这样跟历任的前女友 维持正常的好朋友关系 你想象一下你结婚那天了 现场的客人有五桌都是你的前女友 另外五桌是前女友的家属 对对对 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 到底对你未来的长远的幸福 是否有帮助 你再思考一下 这件事总是要有个了断的 因为我相信很多的女生都 没有办法接受这种状况 为了你自己幸福的着想 好好想一想 你现在要打开面具吗 三 二 一 好了 接下来呢 有没有才艺 或者是想要跟男嘉宾分享的 就是因为我觉得15位男嘉宾 彼此之间比较了解 所以我想让男嘉宾们互相爆料一下 怎么漂亮 这个是编导拿上来的一堆纸 对 就是给他们一人一张纸 然后我会问他们问题 然后他们在纸上写上 他们心中的答案 了解 九号来 分发一下 就是说他们要在纸上写出答案 对 你来问一些问题 对 你知道我每到这个环节 最期待看到的根本不是答案 而是他们写的汉字 第一个问题是 15位男嘉宾中谁最闷骚 嗯 15位男嘉宾当中谁最闷骚 我知道凡亚的困扰不是会不会写中文和数字的问题 而是他不知道什么叫闷骚 闷骚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外表看不出来什么 外表很冷静 可是里面就是很想要怎么样 好吧 好吧 我解释得很好 第二个问题 15位男嘉宾谁最会甜言蜜语 接下来第三个问题 15位男嘉宾中谁个子最不高 好 请不要涉及人神攻击可以吗 好了 那我们现在来意意揭晓吧 好 天呐 一张大纸 你们就写大一点吧 好 好 第一个有第一个是闷骚的有写7号的有写11号的有写6号的6号你写了几号 15号 哦有写15号的 有 11号写几号 我写我 好 6号 5号 7号 9号 看来这一局高票当选的就是6号 好 好 接下来第二个是甜言蜜语对吧 好 14 14 13 14 10 然后1是吧 是不是10比较多 是吧 好 那我们就10号高票当选最会甜言蜜语的男生 我说情愿就是我 难怪哦 接下来最后一个就是 最后一个不需要再考虑了 就是 知道什么意思 知道是 标语 我都不好意思念出来这几个字 黄金身高 好 我们知道了在男生心中最闷骚的是6号 最会花言巧语的是10号 然后 最有不尽如人意的身高的就是14号 行动和不行动 好 好 上前两步 舒坤解释心动 接下来是不行动 6号 你伤害了我 还一笑耳光 是因为他被高票当选为最闷骚吗 因为我哥其实认识他 然后他还这么不挺我刚刚说那些话 和前女友的那些什么曾经爱过的怎么样 6号已经忘记了什么时候说过 对你是说过是在第一轮转转转的时候 他知道你哥认识他吗 他不知道 对啊 所以 所以那已经选了 好吧 到了 接下来我们通过有短片来了解一下你嘉宾 23岁 国旗审计 心眼大 乐天派 李舒坤 爱臭美 爱打扮 爱漂亮衣服 爱个性视频 爱思想开明的爸妈 爱轻松快乐的家庭氛围 去过各国旅游 去过台湾美国访学 去过马尔代夫烛光晚餐 去过冀州岛看海 经历过楼下把love送玫瑰花的浪漫 谈过比自己大20岁的男友 也有过本以为会白头到老的恋情 不吵架 不任性 不发脾气 不翻男朋友的手机 也不会无理取道 会整天无忧无虑傻笑 也会一个人独自哭泣 会亲手支围巾 做蛋糕 也会送男友爱马仕的皮带 幸福很简单 就是有你 有我 有阳光 有一份两情相悦的爱情 我叫李舒坤 我享受生活 期待爱情 等待你的出现 好 接下来我们通过文字的部分来了解一下书坤 大学曾到台湾 美国游学 觉得中美男生很大差异 B 超爱听相声心特别大 会为了哭而哭 没什么事业心的小女人 想要的幸福很简单 哈啰 女男兵 你说你心眼很大 那你就不应该计较 你现男友的前女友啊 那你可以联系 但是别让我知道 那你就允许被欺骗了 我不知道就不是欺骗啊 好 你好 觉得中美男生差异很大 他们最大猜疑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是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 也有过两个男生追我 然后他们就会发信息 问你今天出不出去 明天出不出去 后天出不出去 就是你不理他们 他们还是会接着发短信 但是如果是中国男生 他就会觉得没面子 然后就不会再给你发短信 两个国家的人 哪一种个性 或是他们做的哪一种方式 是你最喜欢 然后最吸引你 我比较喜欢亚洲男生 因为外国男生 就是长得很帅的话 我也只会觉得他帅 但是不会有感觉 所以就是说一号 现在基本上 可以不要再讲话了 对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你觉得欧洲的男生很帅 我就觉得 还是亚洲男生有可能很帅 我是觉得欧美男生 有部分比较帅的 但是他只是帅 但我不对他来点 他没有觉得欧洲男生都很帅 好吧 个别帅 好 所以那你觉得一号算是欧洲男生当中帅的吗 算 但是你对他不来点 对 既然你不喜欢外国男生 为什么不心动男生 要选六号 选一号 因为我当时有点紧张 所以没想那么多 好的 他的意思是说 他紧张到根本没有看到一号 对 我紧张了就只看附近的几个人 就没有往两边看 好 那这样我们来了解一下 舒坤的情感部分 C 曾有个大书型男友 三段恋情 和前男友几乎每次约会都是去旅游 第一 恋爱中不吵架 不任性发脾气 不翻对方手机 每次都和 都是和平分手 但分手后绝不联系 你跟你前男友去旅行的话 是背包客行事的还是 就是住五星级的 他都是他付钱的那种 没有背包客 住的都算还算好的吧 这是休闲 休闲的 就是有点像度假的那种 因为他自己也很喜欢享受 你去五十多国家吗 你通常的选择方式是以 我以前就喜欢背包客 因为感觉就是 比如说跟女朋友一起去 可以到很多地方 感受很多的当地的特色 而现在就比较喜欢 就是跟他一样 就是比较豪华的 舒服的旅行 我们就直接进入私密问答 就是我可以把你的刘海掀起来 看一下你大脑门的样子吗 好 如果你的女朋友 希望你把头发剪的短一点 你会愿意吗 可以啊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以后的儿子要叫什么 没想 那如果现在想的话呢 我要看我老婆的那个名字 然后我们可以结合一下 这样子对 第二位 这是你是念心理学的是吗 对 所以你现在能看出来我 心里面在想什么吗 看不出来 我可以摸一下你的肌肉吗 不行 为什么 可以可以 不要绷着 那你觉得15位男嘉宾里面 谁最需要健身 笑是吧 你以前说你喜欢女嘉宾就是要腰好看 对 那你觉得我腰好看吗 非常好 谢谢 我其实不太理解很多女生上来喜欢摸人家的肌肉 然后 嗯 你手什么感觉 摸一下就会 我觉得就是一种触感 就像我如果现在 就是 方便吗 我想不摸也罢 应该没有什么你想象的触感 哈哈哈 因为有时候是一种 那个 想要更拉近距离 啊 对 然后感觉一下 这个男生他的 他的 有没有安全感 因为有时候女孩子碰到一个男生 他如果 哇那个肉是很硬的 或是什么之类的 你就觉得 哇 就会有一种就是很有安全感的感觉 其实我 我真的也 我也蛮羡慕女生的 是 女生看到有新趣的男生就会说 我可以摸你一下吗 碰一下 那男生倒过来就不行 当然 男生对女生有新趣 碰一下就 就很严重 是啊 所以为什么男生女生在这一块 是不平等的 其实我想问一下 11号 我未来的女婿 你没事就被摸一下 到底是什么心情 其实还蛮有成诱感 我觉得 要不要更改新的男生 不要不更改 嗯 好 因为爱所以爱 珍惜在一起的愉快 我们告白 未来转身 请选择 嗯 还要继续告白吗 要 11号 赵卫领 有请 就是我今天一直都特别紧张 其实我私下也不是这样 然后我喜欢你 因为我觉得有好几个地方就挺像的吧 一个是 我知道你在那个 U.C. Berkeley 大学毕业的 然后我在美国访学的时候 是在U.C.S.D. 也是在 哇 真的啊 对啊 大学毕业的 OK 带了一学期 然后我比较喜欢 男生是有美国 就是西方式的思维的男生 但是又喜欢男生是中国脸 然后我觉得你这样子会很有个性 我喜欢有个性的人 还有一个是你喜欢冲浪 然后喜欢滑雪 就应该是很喜欢自由的人 我也挺喜欢自由的 然后我会到处去旅游 我希望以后可以跟你一块去旅游 我听说就是你很爱吃东西 尤其比较爱吃早餐啊 最近爱吃羊肉串 然后中国还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我希望可以带你都去吃遍 然后听说你喜欢喝咖啡 然后我就自己煮了一杯咖啡 你可以先喝一口 然后这咖啡是什么都没有加的 因为我不知道你喜欢是加糖还是加奶 但是我有带来 然后我想记住你喜欢了口味 然后可以以后每天早上都给你煮一杯咖啡 可以吗 因为你有没有太好风景 任意外还把活摆别心 是叶说好吗 因为我觉得你刚刚出来了的时候 其实我一直觉得都有跟你有距离感 我觉得你很好 但但就是我觉得就是稍微有距离感 然后就是我们两个没有到就是有chemistry 可能因为我太紧张了吧 也许吧 但我可能这种感觉 在你身上还没有看到 我觉得 你挺干脆俐落的 就当他直接表明意愿之后 你也不会托泥带水 对 因为心大嘛 我现在很相信你女嘉宾 过去的经验都是和平分手 我觉得她 刚刚处理的方式 我是非常意外的 她可以这么的 轻描淡写 对 但是又不失她的 基本的态度 也向对方表达清楚她的喜好 我觉得在感情的处理上 这样的简单的方式 现在反倒少见 我刚刚看到这一幕 我不会觉得很伤心 我会觉得这是青春美好的一个记忆 彼此互相表达 然后得到对方的认可 或者被对方拒绝 这个都是成长的一部分 我非常欣赏你的态度 谢谢 好 在这里呢 我们再次用热烈掌声来 谢谢苏坤来到我们的 非常完美 加油 加油 只爱一个能 有精神力去斩 最后一步 后一会看到 成长的一部分 谢谢大家